接下來我畫出來就是大概像這樣子 其實同學們的問題都 大致上都是 小地方小動作沒有做好 那就把其他該刪的刪除 刪除之後呢最後就是要旋轉 那旋轉的話呢 記得這邊有個旋轉 這邊有個旋轉 旋轉的功能在這裡旋轉 旋轉的話呢我們把它點下去 點下去之後它會問你說 你的物件在哪裡 那我們就把這個物件給選取起來 那物件的話呢 有框選跟窗選不一樣 我們有講過就是說 那個像這個方式是所謂的窗選 窗選 窗選的話呢就是選到 全部選到才算 那框選是碰到就算了 這個地方要特別注意 那選取之後呢 可是我們這個圓不要 因為圓變成會 再複製一個旋轉之後複製的話 會多一個圓 所以我們要把這個選取的範圍 刪除掉怎麼辦呢 記得按下那個Shift的鍵 再點這個圓一下 這樣有沒有就沒有選到了 就把這個地方不要選到 Shift按住 再去點 中間這個圓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直接按Enter 因為把它選好了 選好之後的話呢 基準點就給它 就是這個圓的中心點 接下來它問你說你要怎麼旋轉有沒有 那我們要旋轉這個地方特別注意 底下會出現就是說呢 要這個地方要複製還是參考 那這個記得要複製 所以這邊要輸入C 輸入C 好這裡就直接輸入什麼呢 C CEnter 直接就是複製一個 然後複製旋轉角度 它這個地方會出現 指定的角度為多少呢 180 180度嘛對不對 Enter 這樣就好了 有沒有 不過最後好像還有缺一個東西 有沒有 這邊是不是線段 線段沒有連接起來 實際上你 如果說你剛剛刪的時候 應該這個線段不要刪 那可是你刪掉怎麼辦呢 沒有關係 你就用什麼呢 接合 這邊有個接合對不對 點下去 接合 接合的地方呢 再選比如說這一條線 我要把它整個框 把它這個通通接合的話 就選上面這個地方 然後呢 記得這邊有一個關閉有沒有 我們就輸入L 有沒有 L就是關閉 Enter 關閉起來了 它就自動幫你接合起來 所以這一點要特別注意 就是先選接合有沒有 其實它的指令就是J J Enter 也是J 就是J 的意思 接合 然後呢 把這個接合的地方點下去 點下去之後的話呢 就選上面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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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再按L J 再L 這樣就好了 結合起來了 那我們就完成了第一個圖 那考試當然還不只考這樣子 還要考後面的部分 不過我們先完成到這裡好了 那最後記得 你就把它存檔起來 存檔的方式的話 你就把它這個地方另存新檔 另存新檔直接存在你的隨身碟裡面 隨身碟 或者是說你在虛擬環境的話 你就先存在桌面上 再把它拖拉到你的隨身碟裡面去 也可以 我們先把它存在桌面上 名稱的話就是101 後面加一個A好了 101的解答 101A按儲存就好了 好 儲存好之後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畫 第二個圖了 第二個圖 把畫面還給各位一下